大家好 我是陈老師 歡迎大家今天收看我們的節目 今天我們來談談童話故事裡面的公主與王子 到底為什麼總是能夠相遇呢 開始之前請各位務必按下訂閱 與關注小鈴鐺 這樣老師下次更新視頻 您才能夠獲得通知哦 好 我們從小看到世界各地的童話 尤其是近年來的西洋童話 裡面大多都是公主與王子的浪漫邂購 以及醜惡的皇后要傷害公主 最後兩人一起齊心協力 打倒這個萬惡的罪魁 迎來幸福美滿的勝利人生 故事他本身是這樣的套路 但是各位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公主在外面好好的散步 都可以遇到王子呢 王子他自己不在自己的國家裡面 跟著國王去學習治國 未來當一個明君 為什麼要騎著駿馬到處走呢 為什麼我們都沒有看見公主跟王子 結婚之後是什麼樣的生活 一切都止於在婚禮美好的那一刻呢 今天我們先來談談白馬王子 這個我們先從歷史上來看 在西洋歐洲的歷史上 並不是像我們亞洲的文化一樣 大多時候都屬於一個大一統的國家 無論是中華歷史最亂的時候 大概就是五代十國的時期 才會有同時有很多國家的出現 其他時候大部分都是大一統的朝代 當然有些人或許會說 不一定啊 春秋戰國不就是至少也有十幾個國家嗎 這個比較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春秋戰國大體上還是歸納在周天子的名義之下 所建立起來的各個諸侯國 這個還是有一點不一樣的差異 其他的國家包含日本、韓國、緬甸、越南甚至是印度 大部分的時候還是以大一統的國家時期為主 不過歐洲就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呢 我們就稍微看一下過去的德國 過去的德國在西元1648年的時候 德國是由300多個小國家所組成的領邦國 所以無論是亞洲世界再怎麼樣的分裂 朝代跟別也不會同時有300多個國家出現吧 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德國的面積大概是357000平方公里 而中國大陸的面積大概是9597000平方公里 而在一個德國裡面就可以擠進去300多個小國家 假如我們來看一件事 這300多個國家 每一個國家的國王不要太多 他就只生三個王子就好 那麼我們就可以確定 在同一個時期 德國這個國境的境內就有1000多個王子的存在 這還只算在德國的範圍境內 其他歐洲的地方我們都還沒有進去算 所以說我們可以知道 這些王子其實就是當時在中古世紀的歐洲 他算是一個名產了對不對 都不少見 不過這裡還是要說明一下 剛剛所說到的領邦 他的統治者不一定是國王 有可能是地方上的貴族或是騎士 他們擁有了封地 所以才能成為統治者的階級 在歐洲的封建時期社會裡面 不同的統治者有不同的國家名稱 例如由正統的國王來統治的區域 那就稱為王國 如果是公爵所統治的領地 那就稱為公國 由侯爵所統治的就稱為侯國 由愛喝紅茶跟奶茶的伯爵 所統治的就稱為伯國 而這以外還有其他的 例如什麼 例如騎士 因為戰功他也封了封地 有自己的領地 那他也可以變成一方的領主 所以在歐洲的社會上 這些統治者的子女 都叫做王子跟公主 所以在中古時期的歐洲 王子跟公主都屬於大批量生產的一群 一場平凡的社交舞會裡面 可能裡面都已經擠上了上百個公主 跟王子在裡面偏然起舞 那麼問題來了 光1648年的德國的範圍境內 就有300多個國家 一個國家從這能夠分到的領地 是不是就那麼一點點而已 而且不是每一個國家的領地 都是很肥沃 或是有很多的天然資源的 譬如說我們看到美劇 一個叫做權力的遊戲這裡面 史塔克家族的領地 就是中年冰天雪地的領冬城 在名義上史塔克家族 他是一個公爵 所以是說他們的封地是一個公國 但是他的領地幾乎都是怎麼樣 中年冰天雪地 要多人有多人 要多窮有多窮的地方 但是史塔克他生了很多兒子 對不對 那麼又有一個問題 哪怕是這些窮國 兒子多了難道都可以分到土地嗎 也都可以成為一方的領主嗎 答案是不行的 因為歐洲的封建社會跟中國沒有差太多 都是以一個王子可以繼承的國王的領地 或者是頭銜 主要是給長子 或者是由正妻生的嫡長子 他才能夠怎麼樣繼承這個王位或是領地 那麼其他的兒子跟公主怎麼辦呢 公主是比較好處理的 為什麼 因為公主算是一個工具 是用來跟其他的國家的繼承人 也就是其他準國王的長子來做通婚 來維持自己政治人脈的一個工具 或者是嫁給了國家裡面的有錢人 富商或是怎麼樣地主之類的 來獲得金錢的援助 或是下嫁給戰功卓柱的騎士 留住保衛國家的人才 總之只要公主的面容長得還可以 基本上就是一個很好使用的工具人 而大部分的公主都不會反抗嗎 其實大部分的公主都會接受這樣的安排 為什麼 因為公主本身他是完全沒有謀生的能力 有一些連織布都不會 所以沒有家世險赫 或者是有家底富有的 可以讓這個公主去依附的丈夫 那麼這個公主的下半生 會過得非常痛苦 連當工具都沒有資格了 那麼公主是這樣 王子就比較難處理了 為什麼 因為王子本身說白了 也是一個有手好閒的公子哥是比較多的 本身也沒有什麼太正經的本事在自己身上 基本上就是領主或國王本身 他們自己也沒有多餘的本事 可以教導這些王子們 所以這些王子在成人之後 他們要面臨的就是什麼 面臨就是離家出去闖自己的事業 基本上就是趕出家裡面去了 那麼所以說這些小王子們就必須認知到什麼 如果自己不是王國的繼承人 那麼自己的未來很簡單就是一片茫然 當然那個時候雖然這些即將失業的貴族王子 社會上也不是這麼虐待他們 還是有給他幾條路讓他自己去選 雖然不多 但是還是有幾條路可以去做的 例如什麼呢 第一條路最比較可以確定的就是聖職者 也就是進入教會的體系 來獲得一定的收入 就是信徒的供養 還有一些社會的地位 但是這些聖職者這個職業 雖然大部分他也是只要你願意 你都可以終身職的鐵飯碗 但是他到底跟原來的貴族的頭銜 或者是你這個領地是不一樣的 他是不能夠世襲的職業 所以在很多時候 擁有聖職者這個任命權的大主教 或者是教皇 他們跟政治世家都是千絲萬縷的關係 為什麼 因為你這某某國家的兒子 以後可能要來我這邊上班 對不對 所以我們關係一定要維持好 而要知道一件事 聖職者也不是無限的名額 他是有限的 一個蘿蔔一個坑他是有限的 所以是說 有時候這些擁有任命權的這些大主教 或者是教皇 還會把這些額度來去拍賣給這些的貴族世家 讓他們能夠去說認養 或是買到這些額度 讓自己的兒子可以去認職 這個是第一條路 那麼第二種出路就是你很能打 去參加地方上的騎士團 或是成為其他國家的傭兵 那麼這樣如果上戰場你還打勝仗 你就有機會可以獲得封地 然後你就可以脫離本家 成為自己的一方諸侯 不過這樣的狀況也不多 而且只限於這個王子真的是天賦異稟 非常非常能打對不對 戰場上不但一個打十個 而且你開無雙還不用集氣 所以說你才有辦法去獲得了 足以傲視天下的戰功 來獲得封地 不然大部分的時候 都還是只有給你的賞錢比較多而已 你是沒有辦法那麼輕易的獲得封地的 而如果不是特別能打 才能比較平庸一點的 然後自己的老爹 他的貴族的領地又小 也沒有什麼資源 也沒有什麼家底 那可能就只是一個騎士之國 他也沒辦法供養你這些什麼 這些小王子們的出路 那自己的武功又不好 那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他們可以選的第二條路 就是說當什麼呢 當見習騎士 或者稱作他為流浪騎士 去當什麼 其他大騎士或是有戰功的騎士 他們的侍從 就在旁邊的小弟 那或是當一些地方騎士裡面的 地位最低的騎士 因為你是靠後門進來的 你並不是真的你的武功很好 當然這些由王子去轉職的騎士 並不用像童話故事裡面一樣 右手提寶劍 左手拿盾牌 騎著巨馬去斬殺邪惡的噴火龍 或者是什麼 在暗夜裡面去殲滅什麼邪惡的巫師 然後毀滅他們的邪惡計畫 這些當然是不用的 他們主要的工作是什麼呢 除了戰爭的時候 你要出去打仗之外 在大部分沒有戰爭的時候 他們主要的業務範圍就是去參加比賽 例如什麼 例如去賽馬 去賽馬給人家下注 或者去祭典上面跟別人比武 來贏取獎金 基本上圍繞他們身邊都是去下注用的 也就是說他們這些騎士 流浪騎士或見習騎士 無論你是不是王子 基本上這些工作就是讓你打工賺獎金的地方 如果比賽的不順利沒有賺到足夠的收入 那麼他的生活比一般百姓是好不到哪裡去的 為什麼 因為他身為騎士 他還是有他必須要消耗的一些耗材 或者是一些設備的維護 所以是說他必須要有足夠的收入 而且你也不能只有賺到可以自己用的收入 你還是得去參加一些社交的場合 讓別人認識你 未來有機會來委託你業務 或是介紹你一些對象 所以說你也要有足夠的錢去參加這些社交場合 不然你會過的實在是還蠻清寒的 所以說實際上一些清寒的王子騎士 還是大有人在的 當然這些也還算好的 為什麼 因為這些還是有找到出路的 如果你沒有打贏或是一些你的出路不是很好的 那你在比賽中你可能就是騎馬的過程中你摔死 或是比武之中被他打死 而且你輸的非常難看 那麼還有機會被這些群眾把你拋撕野外 讓你直接當垃圾一樣丟掉 哪怕你之前是王子 你輸的太難看 輸的沒有光榮 你還是一樣跟垃圾沒什麼兩樣的 以上說的是在歐洲的中古世紀 王子的實際地位跟他們的職業生涯 他們要走的路其實也說不上是輕鬆 可能小時候過的是比較衣食無缺的生活 你不用去務農 但是基本上你只要成年之後 跟我們一般人一樣 你還是得接受社會現實的鞭打 也跟我們一樣 是怎麼樣 被打了遍體淋傷之後 才能找到他們的求生之道 但是這些王子的生活 也不是我們今天主要要談論的主題 因為這些僅僅是王子的身份 轉職到騎士或是聖職者 王子太色分不一樣的 什麼另外一種就是屬於英俊瀟灑的王子 這些王子如果一樣也沒有繼承權 基本上出路也不會跟其他小王子差的太多 但是唯一不一樣的是什麼 人帥真好對不對 所以他們的人生 不一定要去當流浪騎士 或是去當比武去賽 他們可以憑藉著自己的外表跟魅力 到處去找公主 沒有錯 不過這些王子就會到處去打聽 富有國家的公主都會出現在哪裡 然後想盡辦法去跟公主洩購 講一些浪漫的情話 看能不能娶到富有的公主 那麼自己的下半身 就可以由公主的家裡來包養 自己也可以在公主的娘家裡面 或者是國家裡面 謀求到收入不錯 而且社會地位不錯的一個職位 這種野心還算是比較小的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的王子他只求溫飽 其他的還好 我都可以接受 比較有野心的是怎麼樣的 他不但有野心又帥氣的 他就會把目光集中在擁有國家繼承權的公主身上 也就是說這個國家的國王他沒有生小王子 他就只有公主 那麼這位王子未來進門之後就有機會 成為下一任的國王 或是下一任的領主繼承了這個貴族的頭銜 所以我們看到什麼 他這些王子他只要討好公主一人 他就不用流血 最多多流點汗 就可以成為一國之君 所以說我們從各種童話故事裡面看到的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睡美人 為什麼國王一身令下 就有無數的王子蜂擁而來 要去替公主來去打敗這個烹火龍對不對 因為你只要跨過這個門檻 你野狗都可以變神龍 哪怕睡在床上的公主 他是一個不知道多久沒有刷牙 頭髮也沒整理 甚至連翻身幫他拍背人都沒有 可能連被掀開 裡面都是死尿的公主 各家的王子還是一樣 可以連命都不要衝著跑去屠龍對不對 贏了我就有天下了嘛 然後要給這個公主來上一個深情的一吻 這個吻可能臭了一點 但是換來的可能就是一個國家 所以說這筆帳怎麼算都划算 所以為什麼王子一天到晚都騎著駿馬 到處的唱歌撩妹 而且恰好都給公主遇到 那麼這一點也就不奇怪了 哪怕白雪公主像個屍體一樣 躺在玻璃棺材裡面 只要還有那麼一點點復活的機會 這個野生的白馬王子 也願意給他深情的一吻 為什麼 因為有事有機會 不是白不是 而且你白雪公主的背景 早就被本王子調查的一清二楚了 一切美麗的邂購 以及浪漫的情話 都是本王子的套路 這套路到底有多深 老實只能說 大海有多深 這白馬王子的套路就有多深 因為為什麼 因為如果這個王子真的是多精又帥氣 那麼王子是不需要離開國家 到處騎馬散步的 就光鄰國送來排隊 所以供他挑選的公主們 就讓他忙到沒空吃飯了 還需要出來去聊妹嗎 而且還是要去怎麼樣 吻一個可能還幫你拍背的 而且睡很久 嘴巴很臭的女人 或是像個屍體躺在棺材裡面的女人嗎 不需要對不對 因為他有繼承權 他是有錢又多精的 而這種野生的白馬王子 肯定不會只聊一個公主 為什麼 因為這跟跑業務一樣 你會只跑一個客戶嗎 不會 為什麼 因為量大人瀟灑 只要夠多的準客戶開發了夠多 那麼接下來才能夠提高你成交的機率 不然你聊一個公主 他後來跟你說不行 對不起 我們再聯絡 那麼你這輩子不就毀了嗎 所以一般來說一個王子 同時聊三個到五個公主 那都還算是保守的 周遊列國的去聊 才是最安全的保障 反正那個時期沒有人錄影跟拍照 消息傳遞也不靈通 也沒有報紙去傳遞王子的一言一行 所以每個公主在遇到白馬王子的時候 都覺得這個王子是只愛自己一個人的真愛 其實王子手上的公主名單 可能多到必須要照冊 不然他可能會忘記 自己曾經跟哪一個公主講過什麼樣的情話 或是做什麼樣的約定 可能都會忘記了 而且說白了 白馬王子本身就是一個找機會 攀上裙擺當國王的渣男而已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昏君 貪圖享樂不善治國 讓自己的小國家最後面臨的王國 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畢竟渣男王子他聊到的公主 有錢是有錢 有權利是有權利 但是誰說公主就一定是又白又漂亮又瘦的呢 對不對 而且個性還非常的好 然後唱歌小鳥都會來聽的 也不一定吧 對不對 講到這 每一個想搭張男的王子 最終都會找到冤大頭的白雪公主嗎 這就不一定了 為什麼 因為富有國家的公主 他娘家也是很強大的 他不一定看得起你這個流浪的王子 所以你不一定有機會能夠當上門的女婿 不然就是渣男王子雖然人很好 但是運氣不大好 所以說也常常被其他的公主發了好人卡 最終也沒攀上公主的裙擺 然後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這樣的王子只能退而求其次 找不到公主 那麼我只要找有錢的小姐了 所以中古世紀的時候 很多中年的騎士或是小王子 娶到了年輕的富家女 所以說他們的年齡可能差了至少20歲 也是常見的事情 畢竟這些王子或是騎士 聊人聊了20年 再不會你也聊習慣了 所以說有一些年輕小妹妹就經不起聊 就被他上鉤了 而這些的騎士跟小王子 都一定可以找到富家女嗎 當然也是不一定的 因為對方既然是有錢的富商 或是有錢的家庭 自然他也會挑女婿 你一個流浪的騎士 流浪小王子跟你結婚到底有什麼樣的好處呢 所以這個目標也不一定會達成 那麼這一些老帥哥或是一些小王子 到底該怎麼辦 所以最後一條路還是有的 怎麼樣 我找不到富家女 找不到公主 我什麼都找不到 最後我就去找一個有錢的寡婦 對不對 有錢的寡婦 他就需要了什麼帥氣 又會講情話的來去哄他 因為他本身不缺錢 所以說我們看到了 就像童話故事裡面的灰姑娘 仙杜蕊 他的祭母就是有錢的寡婦 所以說無論如何 灰姑娘的爸爸 就算知道灰姑娘仙杜蕊是被虐待的 住在閣樓裡面的 然後做苦活的 那麼基本上他也只能裝作沒有看到 為什麼 因為有錢的不是爸爸 有錢的是這個祭母 以上就是我們所看到的 童話故事裡面的白馬王子 以及英勇的騎士 為什麼總是會跟公主偶遇 而普出浪漫戀愛故事的背景 而我們看到王子都是渣男跟廢才 那麼公主真的就是那麼的無辜嗎 下一回我們再來談談 公主的美麗外表之下 包藏的是什麼樣的城府跟心機了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記得按讚與訂閱 並且留下您對本集的看法 我是陳老師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